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这首朗朗上口 铿枪有力的歌曲 多年来久唱不衰 在许多重大场合都可以听到 这首歌唱出了人民军队的 优良传统和行为准则 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被誉为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 1927年10月 工农革命军在向井冈山进发途中 战士们饥渴难耐 就随意挖路边老百姓的红薯池 毛泽东当即制止 几天后 毛泽东站在井竹山雷达石上 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 郑重地宣布了三条纪律 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打土豪要归功 1928年1月 工农革命军针对部队在随川时 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 宣布了最早的六项注意 环门板 捆铺草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不拉夫 请来夫子要给钱 不打人 不骂人 1928年4月初 毛泽东将过去陆续制定的纪律 和注意事项 做了综合修改和补充 正式定为三条纪律 六项注意 向全体官兵宣布 三条纪律为 一不拿工人 农民 小商人一点东西 二打土豪要归功 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六项注意为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6月 毛泽东针对官兵野外行军 在六项注意基础上 又增加了两条 从此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成为全国红军的纪律 但各地条文措辞 略有不同 1947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发出 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训令 对其内容 做出统一规定 延续至今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内涵丰富 把政治纪律 经济纪律 群众纪律 对敌斗争策略 融为一体 这是古今中外军纪中 所独有的 对统一全军纪律 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具有重大意义